歡迎收看小明星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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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我覺得非常的熱 非常不舒服 為什麼一直撞機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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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至於前天呢 那一整天是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的 那現在身體狀況也都覺得 很正常 或許關鍵是要到晚上 浮咒水整個生效的那個時辰 那還沒有看過的呢 可以去看浮咒水的前傳 裡面有我剛剛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那要記得看完才知道 到底是怎麼一個回事 OK 那我們晚上見 OK 大家好 現在這裡呢是一個小山上 那現在時間是11點45分 距離浮咒生效還有15分鐘 那在這個期間呢 我要先來做一個都市傳說的實驗 叫做隱藏 獨自尋找 這個遊戲呢是一個歐洲的招臨儀式 會用到雞的骨頭 因為歐洲的法師相信 骨骼是史靈法術的基礎道具之一 他們會從骨骼中萃取它的精氣 建造與靈界溝通的橋樑 進而與靈魂溝通甚至是召喚 至於為什麼一定要用雞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很多的歐洲法術 甚至是我們常常看到的 魔獸世界等的一些信上遊戲裡面 法師的夥伴都是一隻雞 甚至是你們喝看他用一些法術 會把一些敵人變成一隻小雞 其實呢是因為雞在歐洲民間的法術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地位的動物 古老的神話 有一種怪物叫做Cockerite 它跟蛇蟹之王美杜莎非常的相似 也是一樣只要目光看到別人 別人就會死化甚至是死亡 但是呢他有一個非常非常致命的弱點 就是他非常懼怕雞的叫聲 這件事之後大家就認為 雞是一個光明而且正義的化身 不僅能夠擊退妖怪 還能夠像仙智一般一架化破夜色 帶來時光般的情城 所以啊從此之後 雞就跟歐洲的法術齊齊的相關 甚至是形影不停 歐洲的那些巫樸和法師就認為 雞的血液一定帶有非常神秘的力量 就是這根歐洲雞骨頭背後的由來 很強化喔 接著還需要準備兩個碗以及一個蠟燭 還有雞的肉或是血 就要關掉廁所所有的燈 進入隨便其中一間 把雞骨頭放在碗裡 點燃蠟燭 還說blons you may see 在走出廁所的門 滴上一滴雞的血 或是放上一塊雞的肉 然後喊說blood you may see 接著再進入廁所門 喊說flash you may not see you may light 據說五分鐘後 周遭的惡靈 就被你召喚來 開始找去你的下落 一旦被他找到的話呢 你就要用燈照他 才能夠把他趕走 如果來不及的話 你的性命可能就摧毀了 那這個遊戲進行的時間 一共是一個小時 距離我符咒聲下還有兩分零 十八秒的時間 符咒的磁場改變 加上歐洲雞骨頭的召喚數 不知道一加一會不會大於二 我們等著看吧 好 OK 我在這邊叫你狗狗 嚇不一跳 這裡有一個感應燈 自己會亮 應該是感應的吧 對 它自己按掉 旁邊突然有人在放一個 因為這個是一座山嘛 很後面那邊是廟 好 OK 那我們現在即將準備 進入這個廁所 開始挑戰 看這個都是傳說吧 這個感應燈亮了 這個灰燈突然嚇到我 進來 選擇一間 建立古墓 看一下哪一間 這個 大間的好了 進入布 動 然後下一個步驟就是 馬雞骨頭放在碗裡面 點燃蠟燭 對 你可以看到這蠟燭很漂亮 我想說 一般白色跟黑色的太平凡了 所以呢 就去弄來一個 這種 手工特製蠟燭 放在碗裡 先點燃蠟燭 然後接著還坐雨 BONX MAIN UC 接著拿另外一個碗 放上一塊 雞腿的肉 做出門外 打開門的時候有點恐怖 好說 BLOTX MAIN UC 然後是進來 因為這廁所如果有什麼任何的動靜 我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我外面有放一台GoPro 然後接著最後喊說 FLASH YOU MAY NOT SEE YOU MAY FIND 熄滅蠟燭 這個時候五分鐘後 惡靈就會被找好 然後進來找尋我們下落 那如果它來的話 我就要用這個燈照它 會不會上太陽 好 那就 動吧 不止 恐怖 呼 是有點恐怖 還是腳不上去 好 好 好 我沒有聽到水聲嗎 放錯森面 我忍不住我想看個燈 我一直覺得 上面人人在看我 很快不行 很熱 始終沒有了 我一直覺得非常的熱,非常的不舒服 沒有什麼意思狀態 不是,不是,聽錯 聽錯 聽錯,聽錯 聽錯,聽錯 我會笑死 怎麼每次結尾都是什麼 都不覺得我在這個 三間廁所在幹嘛 所以前十一段到角色 真的是有人如人 真的很好笑 因為應該走了吧 看最後一人 看最後一人 我們找到了 這時候 三個字無法拍到 我不知道感應燈有沒有這種捕捉不明時常的功能 或者是它只是故障 但我知道超市的商店裡面有賣一個東西 一個測滾器在逍方會投上這種紅色的X燈這樣子 有鬼會經過的話就會嘔吐 這一次的這個經驗加上那個測滾器 就讓我不禁得想到 我以後 可能就可以多一個玩巨人了 至於那個符咒呢 我現在已經是第五天了 到現在為止我都沒有感覺到什麼奇怪的狀況 我只覺得 第一天剛喝下去的時候就是有一點不舒服 也許是心理的作用吧 那也不能說那個符咒沒有效 可能就是我剛好沒有遇到 或是對我沒有用 那以那位賣符咒的人說法說 效率自盡應該是會漸漸的消退 所以我現在時常應該是快要恢復正常的 當然符咒的種類還有很多種 招鬼驅鬼幫助別人甚至詛咒別人等等 我覺得這些有機會也都可以試試看 甚至還有了解一下泰國那種下毒的法術 我覺得酷的 然後有那種方便經驗的人 找他們來說明一下 不然我們對他們的影響影片只在電影裡面會看到 然後我會去找看看 那OK 各位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頻道的話可以幫我訂閱按讚和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網狗 我們下次見 Bye 〜 ? ritt theat 강 失望 你 好